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百分之百MIT桌球拍工厂 从一开始只做代工 到十三年前成立自由品牌 产品外销到欧美日韩等国 也让台湾制的桌球拍 打尽全世界 小小种子球员到了午后练习时间 各个卯足全力 你的目标 我想要打第一五 而工玉扇骑士必先立起器 它弹性也很好 而且我握起来也比较好 这是你的第一支球拍吗 是 是啊 你比较喜欢用哪一面的啊 红面 台湾球员当然也得配上 台湾制桌球拍 在产业外移的情况下 这一家始硕国仅存的 MIT桌球拍场 它的胶层不能太厚 它必须很薄的 它不能让太多的胶 留在你的球拍之间 球拍两面不同的特性 最重要的就是夹在里面的这层纤维 要能把纤维的弹性完美融合在球拍 陈仲伟还开发出最有效果的制作工法 用特殊的胶水粘合木材与纤维 淋上去然后我们让它吸收 可是都被人家学中 被人家学中 是我们独家的 陈仲伟自创的夹合方式 让球拍有更好的弹性 密合度也更高 上了胶之后还得放进加压器压两天才能取出 陈仲伟的做法保留纤维弹性 也让球员在操作时更有优势 不怕辛苦还是坚持做制作完美桌球拍 仿佛成了陈仲伟的使命 去用这些模具跟包具 看那个精准度跟细致度都能够增加 不因为是手工所以造成不标准化 小小工厂内现在就剩陈仲伟一个人 忙进忙出 他一个人就得完成所有生产流程 幸好靠个标准化模具 加上几十年的功夫 让老工厂能生存下来 用传统切割机依照弧度 切割出做球拍的雏形 除了保留手工制作的部分 也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这二十年来球拍的结构 跟制造产生了很大的变迹 尤其是我们面对到这些新的科技化的纤维 新的制成 可能在我父亲来说都还很陌生 但是毕竟我们理工厨生 我们会去找到解答 陈仲伟是桌球拍厂第二代 一开始爸爸的工厂直做代工 累积了四十多年的经验和技术 现在跟欧美日韩中国大陆等知名桌球品牌都有合作 也就是全世界都看得到台湾制的球拍 在国高中的时候 也就是台湾整个产业比较没落 全产业比较没落的时候 这时候经营上比较困难 我们我在高中的时候也就选择夜间部 然后就白天就开始在自己工厂里面帮忙 帮忙爸爸做一些架构 表面粗糙的桌球拍经过机器打磨 宛如皮肤做SPA变得光滑细致 这就是陈仲伟要的品质 以我的理工背景 我的对于一些制程的了解 然后跟研究 我们开始导入了一些电脑辅助制作 还有电脑的设计 让我们的制作更精细 把专长应用在工厂做出来的品质会说话 在2008年陈仲伟成立自由品牌 更在2012年独家取得日本块木 作为桌球拍材料 这些都是我们日本的块木 很多部分 这大部分都是我们提供给一些高级 比较顶级的材料 就顶级的球拍 他们需要定制的一些材料 高级块木居然拿来做球拍 陈仲伟的工厂就特别以日本块木 作为材料主轴 衍生出不同结构 适合各种打法的球拍 还以动物来做分了别类 也有一些比较抽象的像天马 天马这种 可能想说看漫画有没有 他把动物的特性跟球拍的打法做结合 凹凰结构我觉得他就可以 他也是我们也是希望说把设计得比较华丽 一种神秘感 这个棒他就是属于我们囤木的一个结构 但是他虽然不是这么大的力量 但是他对于灵活性对于变化度 这种打法就很有特色 不管是传统日式直拍 或是目前主流的横拍握法 陈仲伟都能搞定 像现在我们比较主流的选手 世界一线的这些选手就是像张继科 还有我们的林荺卢 就是以这样的横拍握法的方式 以两面的进攻 然后可以比较没有死角 不过这几年受到疫情影响 让订单是减了不少 陈仲伟就把心力全放在替客人打造 更精致化的客制化球拍 以一个选手开始做练习 他们所开始适用的球拍 到一个选手在竞技场上 他需要有的武器 他需要有他打法的特色 我们可以为他量身定制 得到球员的反馈 就是驱使他继续研发的动力 开心的就是这三年来 受到很多专业教练 还有一些退役选手 他们的回馈 跟我们说我们东西做得很不错 而在精致化方面 一般人比较不会注意到标签的部分 陈仲伟也特别讲究 我也是台湾第一个能够采用这种 自动化然后把这个形状 那种形状有的很特别 然后把它切割出来 然后把明板镶上去 用特殊模具搭配机器 精准切割出想要的图形 让每一支球拍都有自己的个性 经过一些测试我们做出来最后的成果 不会出给世界上的这些一线大厂所做出来的品质 假以时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超越 不仅满足现有的客户 陈仲伟也把台湾多求希望放在种子球员身上 我相信作为一个品牌要往远处看 必须要向下扎的 脚动起来脚动起来 除了专注在制作工艺上 陈仲伟也赞助部分球拍 提供给桌球发展重点学校 球拍非常好控制 而且攻击力也非常不错 而且对小朋友出学者都非常地当复 小小球员打起桌球有模有样 操作球拍甚至比一般大人还要厉害 像我们的那个众伟我们的常伟 他也是对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捐赠 包括我们的球衣比较低廉的价格 来给我们小朋友来做这个桌球拍方面 所以这个目的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更多的学生能够喜欢桌球运动 台湾制桌球拍从基层扎根 希望他们能向球拍里层层堆叠的任性 一步步走向国境 米兰桌球 参丁 参丁 参丁